好 主播持續帶來關心民眾黨的這個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呢 他近日之前是陷入了這個論文的風波 而現在又陷入了詐領人頭助理費的風波 其實一切呢就要稍微從一個政論節目上開始講起 因為呢有一名自稱是高鴻安前助理的A先生 他在政論節目上是講說民眾黨團呢不只高鴻安 包含五名立委都有用這個詐領人頭助理費 助理呢實際上沒有在為這個委員工作 其實是為這個民眾黨部工作 那對此呢民眾黨團也已經表達嚴正的聲明 他們今天一早呢也到台北地檢署提告 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畫面 立法委員高鴻安前國會助理的A先生 在11月15號接受政論節目採訪連線的時候 他表示民眾黨立院黨團五位立委都有人頭助理 對於這件事情以上的指控並非事實 對於這樣惡意造謠抹黑的言論 僅代表台灣民眾黨對A先生提出刑事誹謗的告訴 以上 好其實民眾黨團的態度都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 因為針對這些謠言呢他們決定要按鈴提告 就是因為最近其實距離選戰只有倒數九天了 那現在一直有一些謠言可能會衝擊到高鴻安的選情 因此民眾黨團他們是罕見在選前按鈴提告 就是希望這些謠言能夠終止 以上是現場最新將鏡頭交還棚內